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來到大鵬 大鵬本身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度假聖地 再加上這裡的民宿是出了名的漂亮和適合打卡的 可以看到很多香港人都喜歡在假日的時候過來這裡 這次我們就選了一間新開沒幾個月的民宿 如果你本身是很喜歡拍照打卡的小姐姐 你可能是知道這間的 因為她其實同一間的民宿老闆 她在另外一區就開了一間希烈的洞月峰民宿 很多人都爭取過拍照打卡 至於這間就是她們最新開的民宿 到底比起原本那間有多厲害 我們就直接進去看看 深圳大鵬區遠離市中心 成一個多宗車程 而且暫時未有鐵路開通 想進去就要叫車了 所以一直都是深圳區住的朋友 假日度假好地方 這次海程入住一個 今年五月最新營業的歐式三層高莊園 裝修設計以古羅馬做主題 看出去有無盡的海景 最重要是房間絕對令到少女僭叫 這裡很誇張 真的很棒 我終於看到了 網路上大家就說 這個是最厲害的房型 即是她們的希烈峰洞月峰店房型 你看看 整個純白色的 再加上浴池 但最厲害就是外面 還有這麼歐式建築 加上海景 我們要快點進去房間看看 你看看 這裡的冷氣也挺夠強的 這也是很重要之一 你看到 這裡的裝修本身是比較米白色 加上木質的感覺 作為一間房間 我覺得真的可以好好放鬆 但這裡有個茄樓 漂亮得爆炸 難怪大家都說 一定要來這個房型 其實它本身有三層樓 這間房間看出去的景點 除了海景之外 也有一點點不同 不過這間是最厲害的 而且我覺得挺喜歡的 因為其實這個騎樓 旁邊就是這個浴池 所以有些人很喜歡浸浴後 穿浴袍 坐在旁邊休息一下 晚上看著星星 很浪漫 知道我現在欠了甚麼嗎 我欠了一個伴侶 我何時被我的伴侶自己浸浴 甚至沒有人幫我拍照 稍後再幫我拍照 我很想浸浴 除了希臘洞月網紅打卡房之外 三層民宿各有不同房型 另一間房間同樣有一個戶外大浴池 雖然欠缺了一些洞月感覺 不過也絕對適合情侶來度加油 房間內充滿時尚感 同樣有海景看 我們再到樓上一層 有另一間商場房營 戶外也有小型浴池 由於民宿剛剛營業不久 所以房間非常乾淨 雖然每晚房價都不算便宜 不過一樣經常爆滿 除了浸浴之外 房間內設有大屏幕 躺著看電影 爽 民宿漂亮 希臘洞月又正 不過也不夠海情那麼搖眼 巴打們,CAPTO的時間又到了 海情又為大家派福利了 當然, 景色是很漂亮的 再加上希臘色的洞月泳池 怎麼可以不換個比堅尼影廠 對吧 而且可以看到旁邊有這麼漂亮的 下午茶餐 所以來到這間物宿 你可以發現 因為它本身價值得比較貴 小一點 再加上位置是比較遠一點的 所以民宿他們很體貼 可以讓大家吃下午茶餐 然後明天有早餐 就是為了令大家好好享受 在這裡一晚 民宿附近有另一個打卡勝地 一間網紅的餐廳非常浪漫 海情, 跟我來吧 怎麼了? 你為何突然帶我們來 這麼浪漫的餐廳 我知道了 這裡算是整個大棚 最美麗的夜景餐廳 但我們是甚麼關係 難道你想要… 吃泰國菜 我知道這裡的泰國菜是很有名的 而且它是一個在原來哪個餐廳 不知道 其實很多情侶 他們想要來這裡吃餐廳 但也要預約很久才預約到 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這一餐泰國菜 我們一定要好好吃 看到了, 這麼多不同的美食 不過, 我們就先由這個鐵材廳 來試試這個 是真的不夠 很明顯 整個大棚區 它本身 大部分都是很多很漂亮的民宿 和咖啡廳 那餐廳也是有的 但至於你說要夜景餐廳的話 這間就真的夠出名了 而且其實價錢不低 但是你真的可以看到有很多情侶過來 大家都說 如果你想要一個浪漫的表白 或者求婚 一定會來這裡 而且我也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小姐姐 特地穿得漂亮 就是因為這裡多了幾個打卡店 那不如一會兒吃完之後 我們再帶我去煎餐吧 我們嘗嘗吧 泰國菜 經常都會看到菠蘿炒飯 一個深淡口味的 泰式炒飯有甚麼好處 為何我能吃到臘腸的味道呢 不是我的問題 難道是融合了港式的炒飯嗎 多吃一點點臘腸的味道 但是咖喱粉的味道也是挺香的 但隨時令起這個 永遠都是甜品 對 吃不吃… 不吃嗎 那我自己先吃 它是芒果椰汁卷 比我想像中好吃很多 剛剛看著它打算 好像就是芒果 然後外面有一層皮 這樣捲著 應該不太好吃 但結果它層次有夠 跟椰汁的味道是很濃郁的 吃到現在 其實跟我想像中真的不同 因為平時看到很多景觀餐 只是吃景氣和氣氛 我想到這裡的東西 都真的挺好吃 那說回真心話 海程本人 到底吃不吃這些高級的餐 對我來說有沒有效呢 如果你追求我的時候 帶我來這種夜景餐 大概會有80%的機會 會中的 就因為女生都喜歡浪漫的地方 20%要靠人 加油 努力的 那現在這個時刻呢 那現在這個時刻呢 你問我… 你問我嗎 你看看攝影機後面 是哪幾位 是哪幾位 我期待下次呢 我會有一個盤菜 在我旁邊一起吃飯 我等… 我絕對不會放棄 你和我吃完的東西才會收到 謝謝 你看… 這間梵樹的服務真的好 它完全不會被你餓到 就連我睡覺前也有 一碗熱糖水 看看很棒 而且很好喝 看來呢 一會兒喝完之後 可以好好睡覺了 而且… 旁邊還有一個陰波 散一下又睡得很好 是好的 人家丢走了 算了 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人 喂 你為何這麼早起身拍我 我什麼都沒發作 沒洗臉 唉 算了 但其實我昨晚喝了糖水之後 睡了一覺 然後發了一個美夢 但是在睡覺之前 你知不知道我看到枕頭上寫著什麼 寫著You and me 那這個U就令我想到 那些蚊子 你知不知道 夏天來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大家一定要關好牆 不然晚上很多蚊子 而且蚊子怕蚊子 昨晚這樣噴噴噴噴噴的 那現在… 好了 別再說了 我真的要洗臉茶 我也待會去吃早餐 快點來吧 出台了 出台了 離開羅馬民宿 去到附近遊客玩水勝地 教場尾沙灘 海程說要下海 是下海掘蟹 你看他 工具也帶來 滑啊滑啊 不過海程你也滑了一段時間 成績方面… 真的被我找到了 教場尾沙灘附近的確吸引不少遊客 沿海更加開了很多海景餐廳和咖啡 吹著海風非常寫意 而這間咖啡 秘密在於它的泳池底 我們現在來到大鵬區 一個比較出名的沙灘 它就叫做教場尾沙灘 在這個附近 你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餐廳 咖啡廳和民宿 這裡就有一個很厲害的三峽一地點 就是融合了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但你們現在已經發現 其實不單在這間餐廳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打卡點 就是在這個地下 好像在水裡游泳的感覺 而且不單是可以拍照 看到可以來一個浪漫的午餐 或者晚餐 誰要跟我約會呢 清楚 大鵬這邊其實還有不少親子型民宿 充滿童心的海情 又找到好東西了 你們可以看到 這陣子有很多不同的民宿 他們的主題也不同 但這間是特別出名的 原因是因為 其實它是直至面對南澳底的沙灘 大家可以在上面玩不同的水上活動 不過整間民宿 它本身是有三間房 最出名的就是這個親子房型 其實不需要我多說 看到這麼大一條滑梯 就知道 小朋友一進來的時候 就會玩得瘋了 然後很開心 如果小朋友玩滑梯的話 家長在哪裡 就是躺在這張大床上 家長躺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上面就是小朋友躺的地方 其實這間真的很大 它幾乎要48坪那麼大 但身為小朋友的海情 當然要上去玩 在這裡可以直接看到爸爸媽媽 然後就可以體驗一下刺激的活動 就叫做舌滑梯 這些是真的給小朋友玩的 有沒有看到 坐直的頭是直接頂到天花板 但沒關係 童心是人人都有的 那我要寫下去了 不知道 這個真的給小朋友玩的 小朋友會覺得很刺激 但大洋玩就有點出意外 我現在沒有人載我 我的可愛的小草泥馬 都毀掉了 沒有臉嗎 被撞飛了 不過也挺刺激的 不如再多玩一次 再見 這間民宿屬於小本經營 三個房營都適合家庭客 樓上二樓 其中一間大概有400呎左右的海景房營 大床尾向著落地大玻璃 採光度十足 睡醒看日出 真是一流 小露台又有一個小浴池 小朋友都可以在這裡玩水 一家人放鬆地度假 而走過旁邊 有另一間景觀一樣 面積小小的房營 一頭出海玩完水上活動 回到民宿夜晚 就可以一家大小 舒舒服服 享受在床上 大螢幕地看電影 享受親子旅遊 我們在這個大鵬區 已經見到很多很漂亮的民宿了 但是在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景點 就叫做大鵬鎖城 大鵬鎖城可以令你了解到 這整個地方的歷史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在過去 其實是很重要的海防軍事重鎮 而且不僅是走在裡面 你可以感受到那些 好像穿越翻譯以前的感覺 剛剛我在外面 直接看到有人穿上古裝 來一個沉沉式的演戲體驗 所以就知道 這裡果然假日是很多人過來玩的 那他們繼續演戲 我就要過來參觀一下這個古城 也挺熱鬧的 為何還要有中東的服裝 穿著我看到 很漂亮 都是我的中東軍回來的 這些是西域的服裝 但這些就是少數民族的衣服 這些也很漂亮 這些小吃也真的很好吃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這些雜貨店之外 在這邊很有名的桃花樣 所以如果對酒有興趣的 大家都可以來試試 除了很多不同的店 我剛剛在他們的建築上 發現了一個牌子 看看它寫著 這個區的一般不可移動物物 就是說整個建築 它本身是一個古物物 它其實是租了出去給一般的商家 但是就告訴他們 這個建築不可以拆的 至於裡面是賣什麼呢 裡面也是賣一些很有私意的東西 好像一些盆栽、小植物 我現在走進了一位將軍的故居 可以看到也真的很有氣勢 也挺氣派的 它本身是一位很清年的將軍 然後成功把海盜趕走 所以杜光皇帝稱它為震歸大將軍 至於現在 它本身就是一個拔萬館 可以看到它也保留了很以前的 感覺… 咦?這是什麼? 將軍帝後花園 你看看後花園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咖啡 所以大家可以坐在這裡 好好享受一下 這個將軍後花園的宴會 至於我再看看一些比較古代的東西 大鵬古城博物館展廳面積1000平方米左右 主要的文物建築有明代的城牆城門 清代的廣東水師提督 福建的水師提督等等 十多座的清代府邸 認識當年的海軍歷史 不過海情似乎對外面的一棵許願樹 這裏有一棵許願樹 旁邊有位彭富將軍在這裡浸手 希望彭富將軍拜託你 一定要給我的願望成真 好,接下來就是 我人生第一次扔這個叫什麼? 波波旗 好了,扔上去比較重要 出發 上去了 一次就成功了 九龍寨城? 不是,香港那個嗎? 原來九龍寨城也跟彭富將軍有關 他真的很忙 在香港島嶼割讓美英國之後 他其實建了一個九龍寨城 然後這位彭富將軍 就進了內衙門去鎮守 原來他除了守護一棵水軟樹之外 他也是一個要守護九龍城寨的將軍 真的很忙 在這個大鵬鎖城裡面 是有很多不同的餐館 但這間在網絡上是真的很出名的 大家都說除了拍照之外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帶大家來 就叫了四款他們玩這裡很出名的客家菜 可以看到這個叫做鹿丸仔 它就是奶粉仔 這個叫做鳳瑤雞 大家都知道種種 但猜猜它裡面是什麼? 是海膽種 不過我們直接試試這個奶粉仔 這麼粗的奶粉仔 我又真的是第一次 我看看 是否有點像香港的老鼠粉一樣 也很Q彈 因為我經常都在台灣吃東西 所以客家菜對我來說是非常熟悉的 但這碗湯 它本身除了用雞湯和牛煮出來之外 它還加了五花肉和不同的海鮮 可以看到有些蜆肉和蝦皮 還有蝦皮蝦米這些 其實它真的加了它的鮮味 而且會蓋上豬油味 如果太油膩的感覺 就變成香氣真的濕足 下一碗 我可以看到幾乎全部都是綠色的 難怪它叫做鹿丸仔 但這個鹿丸仔 他們說非常健康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你看到這是很天然的顏色 全部都是用菠菜加上粉去做出來 它看起來有點像很長很長的綠色湯圓 比起來反而剛才那個奶粉仔 當然湯比較多 所以是淡一點 但這個果味道更濃 豬油的香氣是很濃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裡還加上魷魚 你看它多像我的筷子 就知道這碗綠圓仔的飽足感是很強烈的 所以來吃客家菜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叫多點朋友 不是的話 一碗你就真的晚上飯也不用吃了 再來就要來吃吃這個我們叫做 雲瑤雞 台灣也吃過 但台灣通常可以看到它是整隻上來的 但這裡就很體貼 已經幫你撕好的 可以看到它的皮也挺多油乾的 不知道是脆皮還是軟一點的 挺棒的 這個味道真的夠 就是因為它本身已經用香料和中肉 慢慢燃製 再來是用石子包住放進火爐 但是在烤的過程 它絕對不會讓明火碰到這隻蛋 所以是用泥土的溫度慢慢煮熟 但比較不同的是 平時在台灣吃到的烤魚雞 通常都是脆皮的 但這隻的皮是軟一點 但一樣是這麼香 而且它有很多汁 可以看到整個盤 上面都是一些雞油雞汁 就知道就算入到雞胸肉 它也是很嫩滑的 最後我要來試一下這個種 通常吃種不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但端午節一定會吃 平時有時候肚子餓 都會點過一兩個來試 但這個是海膽種 我們先看看 認真看看它 其實這間店可以選擇兩種不同的豆 它會問你 你這個海膽種是想要花生還是微豆 這次就熬了梅豆 然後還有一些豬肉 至於中間我相信應該就是海膽 首先 因為我人生第一次吃海膽種 所以我也不知道海膽包在種子裡 是甚麼味道 但吃得出是鮮的味道 還有有點像是取代了蛋黃的感覺 跟我平時吃那些北方的種是比較不一樣 怪得知大家都說 如果來到這個城 就一定要來這間餐館 真是不錯 深圳這麼大一定還有很多新的食物 新的玩 如果你有最新的深圳資訊 記得探索個QR Code告訴我們 下一集 Maisy坐上深圳專屬觀光巴士 直達龍江區 今天就用一個旅客的身份 試坐這條綠色的線 去到商場 挑戰10萬呎的室內遊樂場 原來精力衝去 然後又喜歡跳跳紮 那你就對了 來這裡 又去到金坑古鎮 Maisy變身了細域美女 來這裡